最近在台塑六青附近一带呢 渔温里面的鲁鱼有将近20万尾呢 都集体暴毙了 渔民认为说这个大量的死亡 跟六青40个废弃燃烧塔有关系 因为台塑六青20号那时候跳电 结果使得32个厂区停工 所有还没有完成的成品呢 都送到了废弃燃烧塔里面去销毁 然后这个风啊吹出来啊 雨又一直下啊 有害物质呢污染了鱼鹰的水质啊 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渔群大量的暴毙 渔民气坏了把死鱼丢到台塑六青前面 去提出赔偿 渔民气冲冲把一带又一带的死鱼 往台塑六青的办公大楼扔过去 把死鱼倒出来还不够 在一条一条的往窗户丢 渔民怒气冲天 也把办公大楼搞得臭气冲天 渔民穿着青蛙装就来了 因为这些暴毙的鱼鱼 是刚从鱼温捞起来的 渔民怀疑就是六星害的附近一带的鱼温 有20万尾鲁鱼集体暴毙 损失超过100万 渔民说20号当天台塑六青发生跳电 32个场区停工 所有未完成品都送到废气燃烧塔销毁 随风飘散加上下雨 有害物质污染了鱼温 鱼群才会大量暴毙 六星表示环保局的仲裁结果 燃烧塔和鱼鱼暴毙无关 但是渔民不接受仲裁结果 还是怒气难消 打算7月3号要再扩大抗议 中文新闻江泰景 云林采访的较